来 快 快 慢 这里主体 最近的一根红事了 走 怎么啦 不对 柳爷没怎么搞 准是老吉卦的 要不要 赶快把人叫回来 来不及了 我跟着走 众位 那我们呢 赶快 召集人集合 是 快 集合 快 站住 装什么装啊 我告诉你 你不要再等穆良缝了 她的山的那边 什么 什么 你不要以为就你会绑红绳子 我告诉你 我也帮你绑了很多条 好 怎么样 怎么样 很灵验吗 无耻 你怎么你敢打我 你敢打我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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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死啊 不要 不要伤害她 说 东西放在哪里了 说不说 你说 下面就是新窝子了 不要 不要 我说 说 在哪里 天生 你替我照顾好宗鸣 好 就在哪儿 在那里 宗鸣 你要干什么 宗鸣同志 劳家你 帮我取一下 宗鸣 王八蛋 你不想好死 他受伤了 我来 一般 给我 给我 铁神啊 你不要这个样子 你想好了 你有没有手去拿 放我口袋里 只要你给我 我立刻放你和宗明 愣什么 你打 你开枪打我呀 你开了枪 穆良冯他们听到 马上就会过来 打呀 你打啊 你不要逼我 快走 打 你 站住 把东西拿出来 快 宗明 快走 快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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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柳 europe 柳燕 小木 小木 你来 宗明 没事 嫂子 你怎么穿成这样 柳燕 嫂子 阿贵 蒙子 顺子 你记起我们了 记得 我一直都记得 宗明 你没事吧 不要紧的 还不要紧 都想成这样了 你看 柳燕她好像什么都记得 回去我再给她准备点药 就能从根上好了 你别老是柳燕柳燕的 你看看你自己 就算共产党员也要偶尔为自己考虑一下呀 可是你连共产党员都不是 你别说了 我可疼了 莫连长 老金还活着 老金还活着 走 走 走 老金还活着 别怕 还不到她死的时候 快快快快快快 快跟上 这老娘们似的 快 快 快快快 快快快快 快 跟上 快快快快 小牧这个人啊 好像一副要欺负人的架势 快 昨天晚上幸亏有他 要不然还不知道怎么样呢 嗯 宗铭呢 宗铭怎么样啊 你还记得问宗铭吗 我怎么能忘了 不过有你在他身边照顾他 我很安心啊 快 你怎么看宗铭这个人 宗铭在这之前就是个男小鬼 可你看他昨天晚上 为了救你 居然连命都不要了 可见他有多喜欢你 你觉得他很勇敢对吧 昨天晚上也行 其实他做的一切 都是为了证明给你看 他是有能力保护你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跟你当然有关系了 徐云 我记得张绝临死前 还微笑地对我说 一定要我坚强地活下去 我能感觉到 张绝虽然面对的是我 可是他是在告诉我 他做到 张绝做到 昨天晚上宗铭 他也做到了 薛云 我想跟你说的是 不要等到失去这个人的时候 才想要珍惜他 张绝现在已经不在了 而你身边还有一个 默默关心你的宗铭 薛云 我还有点事 郑伟说让宗铭过去一趟 你告诉他一声 我 我 对啊 快去吧 去吧 昨晚你的伤 没事了吧 疼 可疼了 你有点出息行不行 到底怎么样了 现在不疼了 现在不疼了 郑伟找你有事 你去吧 谁 郑伟找你有事 你快麻料了去 好 好 好 我想问一下 这个沐队长参军之前 他是做什么的呀 打猎的吧 打猎的吧 郑伟 宗铭 你来得正好 快帮我们看看 滚草坑 快快快快快 没吃饭啊都 回来了 累了吧 快歇会儿 不累 他叫什么来着 薛云 薛妹子 别叫我妹子 我们共产党的队伍里 不行叫什么弟弟妹妹的 以后叫我薛云就行了 好吧 你看 好 薛云 这段时间真的谢谢你 谢谢你照顾我媳妇 算你还有良心 给我先吃一块 别动 还没到点呢 这儿是按点吃饭呢 行 那你接忙吧 我先进屋了啊 一会儿饭好了我叫你 你看你 身上那么多伤也不跟他说 我这点上算什么 我这点上算什么 他们打鬼子才是大事呢 我不想让他担心 没事 怎么样了 能洗清我爹的冤枉吗 这不 宗明正在看呢 我正想问你 这到底是什么玩意儿 本草纲目 宗明 你不是号称 能够通背这个本草纲目吗 这确实是药房片 可这是做火药的 做火药的 焚草纲目还叫这个 火药里边也带一个药字 这是古人用来制创选的 可为什么把字给抠了呢 当然要抠下去了 把抠下来的字放在一块 那就是 墓里长藏情报的地方 你现在 马上把这些抠掉的字 全都给我找出来 我呢 去看看老鸡醒了没有 就是在这张纸上 我找不出什么名堂 我要从老鸡的嘴里 挖出一些东西来 不用了 我刚给他取出子弹来 还没醒呢 弄死了就不值了 政委 您看 这么快 二 抬霜 松败探灰 宋明 这是什么字 念 就是二十的意思 就这些了 阳元二浅 披霜一浅 白霄石百松探灰各念浅 就这些了 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 现在配火药 谁还用洋元 你这 你这都什么时候的配方了 这 明朝 明朝 小牧 我能问一下 你爹参聚之前是干什么的 我也没太见过他 反正以前听我爷爷说呢 日子好过的时候 送他去念过书 后来日子不好了 就又回家打猎了 反正呢 就是书没念好 像白眼一般 两头都耽误了 再后来人就不见了 等回来的时候 也不知道怎么就成了 你们游击队的队长了 别憋着 想笑就笑 我也不怕你们笑话 我们爷爷俩见的伺候不多 所以也没什么感情 我现在就是想闹明白 他到底是不是被冤枉了 饭好了 可以去吃饭了 你们都不饿啊 你一说我还真饿 那走吧 等会儿 来来来 你先坐 坐 你跟我说 我爹把那东西给你的时候 他原话怎么说的 刘烟 如果我有什么不测 你一定要把它交给梁冯 这里面的东西 能证明我所做的一切 交给我 为什么交给我 按说我爹 是他们游击队的队长 应该交给政委才最可靠 对呀 不交给我 这说不过去呀 你爹知道 你能看懂上面的东西啊 我看懂 我告诉你 没遇见柳云之前 我大字不认识几个 我看得懂什么呀 慕连长 那配火药 你跟谁学的呀 我爷爷啊 那你爹呢 当然也是我爷爷 那你爷爷呢 我 我揍你啊 我说真的 你爷爷呢 我爷爷他以前不是猎人 他是个江湖郎中 是因为战乱才留在枫林路 他原来就跟着那个 那个什么本草纲木 去着配火药 这就对了嘛 这肯定是你爷爷 跟你爸留的配方啊 要不你们在这儿谈正事 我把饭给你们端过来 你先坐下 你坐这儿我心定 能享受事情的 你坐这儿我心定 你接着说 我是说 你爷爷可能是 对 这不是慕队长抠的字 应该是慕爷爷 给慕队长的时候就有 那这一个好好的火药方字 为什么要把字抠掉呢 我想起来了 这是江湖郎中 给后代传药方的规矩 这上面抠的字都是口传新兽 就算外人把药方子拿了 也不知道最重要的 几个药材和药量 宗明说得对 我爷爷以前跟我说过 能够自己配出火药的猎人 才是好猎人 我们那山里头 所有猎户用的药 全是我爷爷配的 那就是说 这不是什么猜测游戏 它是一个 跟火药有关系的 没错 跟火药有关系 比如 子弹 子弹 土冲 对了 是土冲 沐队长入伍的时候 他身上 就背了一把土冲过来 后来即便是换了好枪 他也没有舍得 把他那把土冲送给别人 那 那那土冲 现在还在山上吗 在 他的房子一直等 走 我带你们去看看 看看 这就是沐队长的房间 薛云和黑子他们 一直不相信沐队长是叛徒 所以这间屋子 一直都留着 不就是个土冲吗 没什么呀 这是什么东西啊 放铁纱的 可是里边什么东西啊 什么都没有 那火药呢 是个大水牛角 做的火药桶子 我找找 任正伟 你也别找了 那东西怕潮不会放在这儿 那你们平时都放在哪儿 灶房 一般放在暗灶 你等等我 你们在莫队长房间干什么 谢云 有什么事吗 根据詹绍小的指示 我们已经把在老吉院子里 打死那个人的尸体抬回来了 我去看看 莫 你们看看这个 对 就是这个 小牟 你别着急了 你是不是 遗忘了什么东西啊 要不这样 我们大家再找找好不好 等等 我爷爷做这种火药桶 一般都会放一些木炭进去防潮 应该会有个夹层 应该会有个夹层 我爷爷做这种火药桶 一般都会放一些木炭进去防潮 看看里边什么 是地片 不用看了 肯定是假的 有人想栽赃在169军陷害刘军长 栽赃别的可以 那相片上清清楚楚地看到 刘森亲自跟日本人签订的和平协议 难道这还有假吗 还有 就算这个亲笔签名可以仿冒 这刘森和日本人的合影怎么解释 那在169军 为了收复青木镇和方陵渡一线 和鬼子展开殊死的大规模激战 又怎么解释 咱们底盘咱自己的事 什么东西 让一下 让一下 你们 你们这是干什么 周伟 这明明是穆队长 用性命换来的情报 他们凭什么不让我们知道 就是 老过站了洗血窝 什么东西啊 周伟 只要您一句话 我马上带人冲进去 胡闹 穆队长 林中的遗言是留给穆良冯的 决定权 在穆良冯那儿 这是巫口后非的 不能就此破坏了双方的合作气氛 政委 这老吉是地委的特配员 他的事咱们要向地委汇报啊 你这样押着不报的话 咱牛这队可担不起这责任 这眼看着 鬼子就要打进来了 不能因为此事 就和特务联起冲突 有责任 我担着 凭什么呀 他老吉闯了祸 凭什么您担责任呢 行了 赶快把人给我撤走 这 快去 去吧去吧 走 走了走了 政委 来 老吉醒了 醒了 走 想得到更多的利益 他必须这些实力 打得越猛打得越好 不代表刘森 没有投降的打算 你少跟我吵这些 袁冲焕就是被你们这些人 千刀万剐的 你给我放屁 老子最起码不能罕见 你知道吗 行了你们俩 你小子 给我想清楚去 你给我坐下 快 我问你 我爹活出性命 就为了给刘森破脏水 小木 我没针对谁 你爹也许被人蒙蔽利用了 刘区长待你不保 他为了护你 连自己上职的机会都丢了 这有人能大和奸吗 这也不用你跟我说 我告诉你 如果是这样 我宁愿让我爹背负这叛徒的罪名 我把弟骗毁了 可如果不是呢 我今儿把话放着 谁头想我打谁 可是如果有人想栽赃刘军长 我就算决定三持 我要把罪鬼祸首找出来 慕连长 老姬醒了 这本来是我们内部的事情 可是你和刘烟都是当事人 我就想问问 你们要不要过去见见他 见 这件事情我必须弄清楚 要不来 有点把势力的 噶 二十三 要不肯尽身吗 徒不肯尽身吗 还没有 但是那我 再有肯尽身 怎会 能义身呢 我都这个样子了 我还能搞什么小动作吗 刘烟 你 你怎么出来了 他说他想一个人待会儿 一个人 老吉 不要来我 不要来我 想死 没那么容易 先说行 怎么害的我爹 慕连长 你和柳烟先留一下 其他的同志可否回避一下 任政委 这事涉及到我军的高级将领 作为特务联的参谋长和副联长 我们有必要 也有义务 留下来做个见证 否则小牧回到军部 也不好交代 说 说什么说 你们没有权利问我 你叫吴书记来 把吴书记叫来做这个主 吴书记 老吉啊 都这时候了 还挑不离间呢 老吉 我会通知吴书记的 但是 你要把之前 武县牧队长的事情 交代清楚 还有 同时说清楚 到底想把那个情报交给谁 告诉你 末大铭 你 那这个人 老人 把你拿到 一个人 来 估计连是什么方面的情报 都不知道吧 你说对了 我根本就不知道 这个情报的内容 穆大饼从哪儿拿来的情报 我都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 有一个重要的人物 是不惜一切代价 都要得到这个情报 我再问你最后一遍 说不说 你听了吗 练长 上梦 练长 别这样 人认为 人认为 你 你管管啊 你 你就这样看着国民党 在我们的地盘上 揉拎你的同志 畏锁于为骂 老吉 到底是什么事情 让你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这都什么时候了 你还在挑拨离间 你连最起码的廉耻都没有了 莫练长 我只有一个请求 我要把老吉活着交给帝尾 给穆队长洗清冤情 这里就交给你们了 情报给停了 你想干什么 有本事你杀了我 你杀啊 杀啊 反正我是不会让你们 知道的 你放开他 你放开他 你 蒙子 也请你先出去 小木 你必须阻止他 他不能死 没事 别看 该谁了 我真的不知道啊 谁 我 我 我说我说 我说 我只知道 有一个叫老板的人 剩下的 都不知道了 真的不知道了 你不是共产党吗 你怎么会 还有一个东家 我也是被逼的呀 老吉 老吉 你就说了吧 我说 我说 你 你不要这个样子好不好 您就别管了 饿也饿吧 周围 我知道 莫队长父子也是受害者 我认为 把老吉交给莫连长审问更合适 接着说 说呀 十年前 我还是地位的一个小 小干事 在微剿根据地的时候 我被捕了 他们逼着我啊 写了一份回国书 后来才脱身 小君 我想着这个事情啊 早就过去了 可是谁知道 前不久 有一个人拿着那份 回国书来找我 说是要我 帮他们解获一份情报 如果我不这样的话 他们就要把这个回国书 公诸于众 那那个情报 怎么到了我爹的手上 我只知道这份情报啊 是日军徐州总部的 拘药档案科里送出来的 当时是要交给省委的 我呢 本来准备在半路上 截杀这个联络员 谁知道 慕达明 路过那里 发现了 就把这个联络员救走了 那是什么时候的事 三个月前吧 那个时候王耀武的二九集团军 还没有进入战区 日军势力大 我们正在收缩呀 那个时候 日军在扫荡山区 地委和省委都失去了联系 那个联络员 他找不到省委的组织 只好跟着游击队 几天以后 这个联络员他失踪了 我在找他的过程中啊 我才知道 这个情报 这个情报 交到了 穆大明的手里 这么说 是你杀了穆大明 不 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本来啊 我只是想 想寻找这个 拿到情报的这个机会 我没有想过要杀人的 这是后来时局啊 扭转 这个国共联合抗日 以前失去的这个根据地啊 逐渐地被收回 地委和省委 也取得了联系 莫队长是清白的 莫队长是清白的 我怕穆大明 把这个情报送出去 所以我 我问你 打入日军徐州总部的 那个联络员叫什么名字 叫张觉 张觉 这位 秦百瑞 你明明知道张觉 是我们的地下联络员 为什么还要无名 他是汉奸 我没有 你还没有 行了 你自己看一下 如果公辞正确的话 自己签个名吧 我说 任正伟 这是他所有的工资 人我交给你们了 你把他 交给你们上级吧 任正伟 你不要交给地委 我愿意戴罪立功 还戴罪立功 老子看在任正伟的面子上 不亲手绷了你 就算你命大了 还想着你那狗命呢 别别别 别别 别别 你们不是 要找到幕后主使吗 好 如果你能找到幕后主使 我会向地委 如实汇报你的立功表现的 你们还真想放回来 小牧 以大局为重 贵人恩怨先放一放 说 你怎么帮我们找 今天晚上 那个 叫老板的认识 压来 来和我和铁生接头 在什么地方 关柳烟的那个木屋里 好了 我现在全说出来了 一点隐瞒都没有了 我希望你真的没有隐瞒 没有 什么都没有了 不许等 我建议游击队不要插手这件事 交给我们特务联处理 是你们不要插手吧 我们必须马上知道情报的内容 这和你们没关系 这明明是我们的地下联络员 从日军基地里送出来的 跟你们没关系吧 让开 赵中尉 薛云的要求很有道理 既然 我们已经替莫队长洗清了嫌疑 接下来的事情 就应该我们去做了 王子 小牧 你要跟我过不去吗 王子 我是你带出来的 哪怕你要我带你去死 我眉头都不皱一下 可毕竟这件事情关系重大 不能冲动 还有 我相信 张绝带出来的情报 对不起 兄弟 岳云 你帮我照顾他吧 嗯 我说对这是 对 就是这里 好 下车 是谁跟你联络的 情报处的王鹏 就是这儿 等等 弹壳还是亮的 刚刚有人开了枪 有问题 快撤 你下犯伤 你们不想活了 这时候就别一惊一乍的了 就是现在把你们全干掉 谁会知道 你们也太猖狂了 我出行是奉君作之命 如果有什么意外 你们谁也跑不了 是刘军长的命令 还能是谁呀 好 我就是想跟你确认一下 看来你比老吉硬气多了 这新大兴沿线 原来就有一个大队 再加上这次增援的一个满边大队 人数已经达到了两千人 两天之内拿下青雾阵 应该没有问题 是不是考虑再加一个中队 作为预备呀 没有这个必要 不过是些游击队 无核之重而已 我是仲天公 十二连整 发起攻击 没事 快 同志各队 鬼子来了 是 你是谁呀 我是中共抗日游击队的政委 任春霞 你什么呀 怎么回事啊 你这就感觉 咱们去看看蟒子 走 要么杀了我 要么跟我回军阀处领罪 那要是两个我都不宣买 打算拿我当人质 张副官 明白人不说糊涂话 你到青木镇来干什么 我们新赵不宣买 来 把人给我抬进来 是 他两个人呢 带我去找他 莫凉峰说了 猛子要走谁也拦不住 走之前带你见个人 过来 对 这边 自己看吧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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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有必要跟你介绍一下 那边那个 生前 他叫铁生 那个呢 张副官 你想必是得了这个人的通讯联络 所以才赶来青木镇呢 这个人我想你应该认识吧 然后呢 没然后 你想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老子拿到了给你看看 是不是 拿来吧你 是 你 你 不是 你 是 你 是不是 你 你 就是 那你 你 对 我 这个人 他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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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